七七的英文名虽然写作Japan 但是它却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孩子 这里是福建福州 中国的七亿重镇 在这古朴的墙面内 藏着一位中国七文化的守望者 沈绍安七亿博物馆 作为全国唯一以七亿为主题的博物馆 这里汇聚着历史的重量 在这里我们可以跨越千年 感受七亿的感觉 思考和语言 中国人多聪明啊 八千多年前 中国人已经认识七的性能 并用于自弃 明清两代是七亿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 七七除了皇家自用以外 还作为贵重礼品 馈赠海外诸国 而福州七将沈绍安很清楚 最好的七五从来不是按部就班而来 而是要从规律中突破 在那个年代 中国七七被日本七七赶超 沈绍安使得中国传统七亿 香火得意延续 同时在世界范围内 为中国七七产业争得一席之地 沈绍安因此被尊称为福州脱胎七七的鼻祖 被视为中国七亿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随后沈绍安家族后人 以及一代又一代的七亿匠人 不断创新脱胎七七工艺 进一步激发了脱胎七七的艺术魅力 经过七代的这个首证创新 沈绍安的后人在记忆水平不断地提高 也备受世人的喜爱 我们当时是代表中国最高的工艺学者 走出国门 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常年屡获金奖 著名七亿家 李之清 高秀全等人 在设计 修饰艺术等方面 也做出了大胆创新 使得七七 更具质感 这个气死猫 这件呢也堪称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水 用大气来体现它的声碎 那鱼呢 在水中游 鱼自带掀气 这个煤瓶 它是名副其实的国宝 第一眼是低调 很低调 很典雅 但是它又很稳重大气 面上看过去是像铜的 真的是中国的一件非常孤品的国宝 经过两百年 无数七亿人的努力 福州七七 可谓极众美于预体 被西方人赞誉为东方黑宝石 与北京锦泰兰 江西锦德镇瓷器 合成为中国工艺品三宝 如今的它 就像学业一样 流淌在诗 书 画 乐 酒 茶 等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其实在我看来 我们的传承 和七亿的传承 是有一起同工之妙 在过去的岁月 它是历史 是根 在如今的潮流里 它是生机 是下一段传奇 中文化的传承 中文化的传承